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被折领72小时关闭 这还没完 蓬佩奥对华演讲有震撼出场 老蓬的讲话不是心冷战宣言 简直就是临战宣言 习近平面对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 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灯空 扬子江心 淡揽崩舟 19大前中美还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亲密的朋友 怎么就两年多时间变成了四不两立的敌人 甚至要爆发战争 真可谓物理看花 水中望月 谁能分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习近平有点疑郁 连去慰问南方水灾的冲动都没了 是啊 大厦要垮了 还作秀拍照干嘛呢 习近平觉得自己看错了川普 很懊悔 为什么呢 各位且听我细细道来 中国在川普竞选时很支持他 因为川普是个商人 政治素人 商人重力 建立忘义 习的红色帝国梦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 想当初川普上台后 习近平就兴致勃勃 到海湖庄园去拜码头 他告诉川普 有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 太平洋足够大 拥得下中美两国和我们哥俩 中美贸易战爆发 西亚也没当回事 美国不就是剪羊毛吗 要利益吗 只要用钱摆得平的事都不是事 后来川普访问中国 习近平在故宫接待了他 故宫是明代和清代的皇宫 中共领导人从没有在这个地方接待过外宾 习想告诉川普 我就是中国未来的皇帝 东方由我说了算 你是外来佛 西方啊 由你说了算 中美关系恶化到今天 习根本就没想到 如同香港反送中条例 不就是个引渡协议吗 怎么就闹出那么大的乱子 习的幕僚不能说没本事 但要迎合老大的口味 也只好跟着说习主席胜利 川普啊 就是一财主 见钱眼开 马克思就说过 利润一旦达到百分之三百 资本家就疯了 把老梁卖了都可以 王霍林也摇着额毛扇说 天助敬平凶也 但川普随后的表现 让习近平大为震惊 先是突如其来的贸易闪电战 让他触不及防 中国让不给了利益 还不知足 整一个贪质量得 就是到现在 习近平也不相信 川普是要中国共产党下台 是要砸共产党的饭碗 他的幕僚告诉他 川普啊 是为了竞选连任 就是在找茬 碰瓷 不理他 到了竞选的高峰期 美国人真正关心的就是就业 税收 所以川普是阳工 别上了他的当 有意思吧 中共崛起时 美国人睡着了 现在美国人醒了 中国又睡了 川普是为竞选虚张声势吗 不能说和竞选没有关系 但并不是这么简单 均不见 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在访华的问题上高度一致 很多法案都是一致通过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说 中国把民主共和两党团结起来了 这话气人吧 川普是个商人 政治素人不假 他身上有很多毛病 如自恋 说大话 全领域 冲动 朝令夕改等 但川普有些特点也比较罕见 如对线竞选承诺 别人都是竞选时说一套 当选后做另一套 因为时变法一变 不可能恪舟求见 但川普不一样 他真的去实现竞选的诺言 川普不按常规出牌 其兵法看似混乱 但内战有逻辑 如同罪权 川普还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认错 关于留学生网课的禁令 他考虑就很不成熟 意气用事 和哈佛和MIT起诉了他 他就把禁令给撤了 也没觉得脸上挂不住 川普崇拜的英雄是罗纳德里根总统 这里根可是把共产苏联给灭了 如果川普能够在任内将中共解体 他也就临垂轻死了 川普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坦率地说很多人到现在也没看明白 但习近平犯的错也在这里 他太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 美国总统并不强大 但他的背后有一支金粮金钟鲍骨的公务员团队 就说一个例子吧 2018年9月 一名白宫的高级官员 黎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 我是川普政府中一名抵抗者 文章称川普总统没有道德观念 尽管他作为共和党能当选 但他并不认同保守派长期奉行的自由思想 自由市场和自由人民的理念 他的性格冲动鲁莽 对抗小气低效 和反复无常 他执政在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白宫有很多官员都忍辱负重 通过修正他错误的政策和决策 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们作为政府官员的第一责任 就是对美国负责 所以他们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成功 尽管这些默默无闻的白宫英雄 常常被社会丑化 但他们竭尽全力 不让错误的决策出荣 川普总统有时像孩童一样政治幼稚 但白宫的官员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清醒的认识 并正努力的做正确的事 以外交政策为例 无论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 川普总统都表现出对专弹者和独裁者的偏爱 比如习近平和普京 然而川普背后的团队 对独裁者可是入目而视 如副总统彭斯 国务卿彭佩奥 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司法部长巴尔等 都极力主张对抗中国 川普总统的公务员团队 他们被川普任命 但他们忠诚的不是川普本人 而是美国人民 尽管他们可能对川普的道德品格 执政风格并不认可 但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这就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伟大 无论谁当选主 无论谁任命他们 他们是独立的 是被美国人民雇佣的 他们保证了美国政府正常正确的运行 但习近平的团队不一样 他们的权力是习给的 自然要效忠于习 北大张前方教授指出 极权主义消灭一切城市 消灭一切天赋 消灭一切自发力量 而以一群白痴骗子 微微落落的小人取而代之 因为卑鄙无能 是政治忠诚最可靠的保障 历史经年告诉我们 低估美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如果你只看美国的表面 你会发现他相互指责 四分五裂 总统无能 但如果真是这样 美国为何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呢 美国真正的实力是你看不到的 只成美国屹立不倒的 不是华尔街 不是总统 是幕后你看不见的 由军人情报人员战略智库 组成的庞大体系 说了习近平的后悔 我们再说说他的委屈 习是真想和美国搞好关系 但觉得美国人呐一直在欺负他 说来也是 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对美国挑战 一直在防守之中 贸易战是川普发起的 华为孟晚舟也是美国要加了大抓 新疆香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说中国隐瞒新冠疫情 习也觉得委屈 因为当时正临近春节 谁也不愿意瘟疫 败了全国人民的性质 以他的认知 也没有料到新冠病毒如此厉害 川普怎么说 翻脸就翻脸了 把自己应对不利的责任 推到他的身上 简直欺人拍摄 要说中美矛盾游来已久 可以说好也好不到哪里 坏也坏不到哪里 江湖时代 中美关系就出现过僵局 与美国空袭中国驻兰斯拉夫领事馆 但也不至于关闭休斯顿领事馆 关闭领事馆可是断交战争的前奏 习近平很困惑 也很委屈 中美关系为何会急剧恶化 像洪水一样一泻千里了 我的看法是 习和中共突破了美国的底线 第一意识形态 邓小平时代 特别是江湖时代 刻意淡化意识形态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都具有朴实性 美国也认为中国说 共产主义无非是忽悠老百姓 目的在于保证政权的合法性 但习近平时代显然不同 他高调宣扬意识形态 和强调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让美国感到震惊 他们反复看到了前苏联的复活 第二新疆集中营 美国人的二战中犹太人集中营的印象深刻 深恶痛绝 中共在21世纪建集中营 将百万维吾尔人非法关押 这是他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维吾尔再教育集中营 是21世纪人类的持络 也是习近平政权的滑铁路 第三一带一路 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经济并不宽裕 但习一带一路战略 显然带有领导世界的意图 美国认为中国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 第四南海军事扩张 习近平承得奥巴马总统承诺 南海不会军事化 但奥巴马泄论后 中国就在南海建立了军事设施 并且对周边的国家也越来越不客气 近年来中国的军力扩张 令美国感到紧张 第四孟晚舟事件 中国一直宣称华为是一个私营企业集团 但孟晚舟事件爆发后 中国的反应震惊了世界 中国警方居然将加勒大人康明凯 斯巴夫抓了 搞起了人质外交 甚至将加勒大嫌犯人谢伦伯格改判为死刑 相威胁 中国的行为在信奉人权和法治的美国 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无法理解 但真正让美国不抱任何幻想 还是香港反送中事件 中共对港民的武力镇压和恐吓 使美国人仿佛看到了纳粹德国的影子 觉得再不对抗中国 十年后啊 谁也玩不过他 港版国安法的强制推出 使压倒中美关系 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是习近平最愚蠢的政治举策 川普任性 但知错就感 习近平是知错坚决不改 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在香港有驻军 谁能颠覆香港的主权呢 但习走火入魔 不管不问 执意强推港版国安法 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将中央联合声明 当成了擦屁股的子 此时美国认为 中国就是纳粹德国 和共产苏联的合体 习就是习特勒和斯大林的邪灵转世 习近平对美国不了解 原因在于他不喜欢西方 这可能与他的前妻啊 出国定居 与他分手有关 习有称霸世界的雄心 但未必很着急 习的手腕很硬 但也未必想成为西特勒和斯大林 但他的行为 很容易让美国人给他画像定位 你想在21世纪世界 出现一个红色极权帝国 和一个像西特勒斯大林的独裁者 美国不灭你灭谁了 因为二战惨痛的记忆 还没有消失 美国的处事之道是 首先相信你 但发现你就是一个撒谎者 就再也不会相信你 无论你如何解释 现在美国对中国已经没有信任 这个判断一旦形成 基本上改不了 美国在中国有很多服兵 北京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很清楚 蓬佩奥团队里 就有中国人余茂春 其实大量被西里面迫害的官员 与美国情报机构也是互通的 他们出于对中共的绝望 怨恨将大量的情报 提供给FBI和CIA 中美这场战争 具定是没办法打的 因为中国在民处 美国在暗处 要打就是一场屠杀 关键的问题是 习近平压根就没想过 现在与美国人打仗 他真正想打还是台湾 无统台湾成就自己的伟业 是习愿意做的 中美关系的恶化 有一个催化剂 那就是新冠疫情 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是事实 习近平前期隐瞒疫情也是事实 但世界疫情如此严重 虽不完全是中国的责任 如果习近平能够更加谦卑一点 更友善一点 也不至于结怨于世界 但他纵容外交部 几批傻战狼啊 浪嚎 确实惹怒了世界 现在我们简要总结一下 中美关系的快速恶化 震惊了习近平 他感到自己看错了创办 和被美国人欺负 但他太不了解世界和美国 谁要你去冒充马列主义和斯大林的信徒呢 猪鼻子上插大蒜装相 目前中美关系正在走向破裂 美国和西方不可能再容忍习近平和极权中国的存在 习近平和中南海该何处何处呢 最后我们用一句定场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说书唱戏串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上额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